小马啊 对不起啊 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 孩子 不是我说你 你是你头一回见我面儿 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 你 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 也是对你的不尊重 你是 人比较心理性的 不用在乎的 咱这是经人介绍的 你领导方走 回你家去 那我俩走了啊 走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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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慢走 哎呀 闪上你家的傻碗 你还十几笔糊的 你出来干啥呀你 我再不出来 俺是媳妍领导的 说啥 他是我爹 是我儿子 别敢啊 我告诉你啊 刚才你那话我点听进去了 我在你家旁边把我整疯了 床上旁边踹 哪要你这么当妈的 啊 跟人女超新事 谁当妈的都跟人女超新 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 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 长得像猴 他别好看哪 那马上像 不像新人的不随我了 我告诉你 这玩意儿吧 我就我跟你说来句话 我问你 就我长这个样 你为什么爱我 哎呀 你不是图为你人儿好吗 那就 对不起 不要 那我儿子长这样 鸭子你为什么爱他 妈 我也图得人好 哎 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动物 用语言呢 没法去诠释了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 所以说 想你给孤儿不甜 小马你听明白吗 给你举个例子啊 这玩意儿不是啊 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 不能是一头热 对比两下情愿 就像我长这样 你女儿喜欢我 爱我 没咋儿啊 没咋儿啊 找这个行业 你家都爱他 没咋儿啊 没咋儿啊 人家长的大眼的帅子 不稀罕你 没咋儿啊 没咋儿啊 哎呀 你啥神的表白这个 愿我们红尘做饭 活着香香啥啥 只要你策马奔腾 我们就共享人世繁王 啊 我是彻底明白了 你们都是配套好的啊 没咋儿啊 没咋儿啊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啊 哎有一个事儿我想明白 你俩早都不穿裤子啊 没咋儿啊